真的 我跟他有同感 想当年老师 我跟他可是一个家族 我们的喉咙是来自一个基因 你也不差 刚好我不干了 我因为你当歌星 所以我不干了 是因为我要当歌星 你也不干了 这费玉琴是 您的学生里面 我敢说他这个是最 有传统观念的一位 您我们家里面 没事家庭聚会 他这个都会 嘴巴上都提了老师 对老师的感激 自从虽然你们很少见面 他是每天照样 是早晚三炷香 三炷香 这个唱的老师的作品 是我们这个声名大照 这个是真的 一定要牢记在心 当时像中华民国宋 也找很多人来试 他唱不起来 后来飞行唱 我记得他唱那个歌的时候 我要求特别严 我几乎 大骂 你知道吗 我就希望把他骂出 那个感情来 结果他唱出来 果然就红遍了天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当时是找不到人的关系 飞行他有这个天才 光凭我 他不会有飞行 他本身已经那么好 接下来 这个歌星由我来介绍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的渊源很深 而且这位是我们国内的 流行音乐里 开山鼻祖 小弟我也唱了他很多的作品 唱了他很多的作品 而且很多歌手 我都唱过他的歌 都成为闪闪发亮的巨星 这样子吗 这么说他的歌 应该是有很多首 在我们国内流行 您这样一唱的话 我想这个轮廓 就非常清楚了 非常清楚了 这一位 那可是一位 多产的音乐家 音乐大师 不但是这个唱片 作曲是多产 而且他也是一位 多产的导演 导演 多才多产 谢谢您说的这一位 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能再卖关子了 因为这一位 对于这个费玉清 他这后半身 可以说影响非常的大 影响很深 对对 今天费玉清 能够走到这条路上 也是因为千里马 还有这位伯乐 说得好说得好 可以说是在我们国内 堪称音乐国父 我们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费玉清的恩师 刘家昌先生 刘老师 来 欢迎 欢迎 刘老师 你好 今天的大驾光临 这是彭壁生辉 真的 而且大有一种 骨肉团圆之感 是真的 对对对 今天很开心 看到费玉清 看到很多人 是是是 真的很开心 我们先跟电视节目 问候一下 各位朋友你好 我又到电视台来了 我也不晓得 我为什么来 但是我就是来了 对对对 刘老师刚才这番问候 这不知道内幕的人 还是不晓得了 据我知道呢 刘老师呢 他这个 当他的学生是很苦的 当他的唱片老板 也很苦的 这怎么说 这是没办法 这制作人蛮活该的 他到处去找 到美国 到加拿大 终于找到刘老师了 希望给刘老师 做过去很多歌曲的 一个精华片 结果呢 刘老师他就讲 啊 已经录完了 干嘛 还要什么打片 什么叫打片呢 这就很惨啊 不不不 这个像费玉清啊 他们 现在都已经这样子 家喻户晓 大家这么喜欢了 谢谢 你自己的学生 都已经这么好了 你还出来干什么 对不对 不不不 话不是这样讲的 对不对 这是你还要晓得 我们这个电视节目 现在啊 这个所谓的 世代交替之际啊 我老早就交替了 不不不不 我们很多人这个 上了28岁30岁以上的朋友 就几乎没有音乐可听 听到现在的新歌啊 什么 爱爱爱不玩等等啊 我们有些年长的一些朋友 糟了 怎么听不到 自己喜欢听的歌 所以您这次出马 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福祉啊 这个民生的福利是很有很大的关系 不敢当 不敢当 哎呀 说得好 真的 我跟他有同感 想当年老师 我跟他可是一个家族 对对对 我们的喉咙呢 是来自同一个基因 对对对对 你也不杀 你也不杀 刚好我不干了 我因为你当歌星 所以我不干了 对不对 是因为我要当歌星 你也不干了 这费玉琴是 您的学生里面 我敢说他这个 是最这个 有传统观念的一位 您的 我们家里面 每一次家庭聚会 他这个都会 嘴巴上都提到老师 对老师的感激 自从虽然你们很少见面 他是每天照讲 是早晚三炷香 三炷香 这个唱的老师的作品 是我们这个声明大照 这个是真的 一定要牢记在心 当时像中华民国宋 也找很多人来试 他唱不起来 后来费玉琴唱 我记得他唱那个歌的时候 我要求特别严 我几乎大骂 你知道吗 我就希望把他骂出 那个感情来 结果他唱出来 果然就红遍了天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当时是找不到人的关系 费玉琴他有这个天才 光凭我 他不会有费玉琴 他本身已经那么好 加上加在一起 而且刘老师学生很多 我们常常讲多多多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陈芬兰 陈兰丽 陈兰丽 刘文正 刘文正 这个这个 珍妮 珍妮 萧丽珠 萧丽珠 尤雅 凤飞飞 尤雅 尤雅 凤飞飞 尤雅 Tina Turner Michael Jackson 不是 我是后面那两个人 是没那个福气 你在照我 真的真的真的 今天刘老师的光临 真的非常地惊喜之外 是是是 还特别给您来个 驾驶 驾驶 还要献给您一份礼物 是是是 问您邀请到另外一位 您这个应该算是 您的爱徒 爱徒 是所以是 我们来欢迎杨玲小姐 杨玲小姐 有有有有 谢谢 谢谢 谢谢干爹 杨玲 您称呼老师是 干爹啊 对 还有呢 怪怪 你看看 光是认一个干爹 又红了一个 不得了 他的条件好 连我的名字 都是老师取的 这样子 原来还有这段渊源 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来杨玲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杨玲 今天我们这个棚内 突然间这个 让我们感到 惊艳了一下 哎呦 怎么突然杨玲出现 哦 自动 老师啊 进来打片 蛮辛苦的 看我们要给老师 打打气 这非常了不起 老师呢 您这个做这个老师 听讲一讲 感到很窩心 不不不 您老了吗 听说您跟老师 中间有一段渊源 从前是这个叫 不打不成七 被老师用哨把 这个录音间追得打 对 可以讲吗 要讲 要讲 当时的情况 那个时候十七岁嘛 录第一张唱片 我是谁的时候 我是谁 我是谁 然后唱不好啊 那老师就拿着藤条冲进去啊 那时候在那个录音室嘛 有三层楼 他就拿着藤条就追着我跑 老师年纪大跑不过我啊 我就躲到女生厕所去 他就站在门口一直这样等 等我出来 可见 没进去 张飞他就进去了 这老师真厉害 秀才能出门能知天下事 他还知道我的个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愛你